做男人有什么好处吗 不带胸罩 不生孩子 不做月子 不来大姨妈 不得妇科病 我不爱你了 用古代话怎么说 大郎该需要了 请问你见到医生该怎么称呼 见到护士 你喊医生 见到医生 你叫主人 见到主人 你喊教授 见到教授的话 你就别喊了 你的病 如果是教授喊 估计你也喊不出来了 你觉得女人每天都在想什么 女人每天都在想六个问题 第一 今天要不要洗头 第二 快递怎么还没到 第三 今天马上到底要起什么 第四 明天我穿什么 感觉自己还没有什么衣服了 第五 我要努力减肥 第六 我真的不能再熬夜了 你觉得怎么称呼别人才算有礼貌 人家都说姓王的叫王总 姓张的叫张总 我今天去面试 我老板姓杂 我应该怎么生无套 男人做饭跟女人做饭有什么区别 女人做顿饭做着做着很快就喊 老公吃饭了 和男人做饭了 老婆 你以为他喊你吃饭了 不不不不不 他让你帮他洗个菜 第一个刀 第一个盐 第一个酱油 还要帮他洗松 还要帮他买那个碗块 女人做顿饭 自己就很快就搞定了 男人做顿饭 闲着都要给他打炸 而且打炸的那个人比做饭的还要忙 女人做顿饭就那个锅里是乱的 男人做顿饭 那个书房行不乱上好像打过仗一样 乱七八糟的 你的老公也是这样的哦 女人的一生像什么 女人的一生就像个球 十多二十的时候像足球 几十个人抢 二十多的时候像篮球 十几个人抢 三十多的时候像乒乓球 就两个人还推来出去 等到十几多岁的时候像高风 一公就给你打多远 就要多滚多远 心不得不耍的心 心不得不耍 请说出全国老婆统一说的几句话 第一句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第二句 要不是因为孩子 我早就走了 第三句 你哪里有错 你没错 都是我的错 第四句 你心里还有我吗 还有这个家吗 第五句 你快告诉我 那个福利金到底是谁 第六句 你看看谁谁谁的老公 我当初真是瞎了狗眼才跟你 第七句 下路顺便把垃圾给我扔了 男生发誓不看美女 又忍不住 该怎么办呢 他拿之后重新再发誓 请问你听到最牛逼又想笑的一句话是什么 前些年靠运气赚的钱 通过这几年靠实力成功的亏光了 你想对那些亏光的人说点什么呢 传统权道 流量枯竭 流量在哪里 财富在哪里 短视频趋势也毋庸置疑 玩好短视频 重走自负路 不玩短视频 也无路可走 你认为怎样夸女生比较好呢 如果她漂亮你就直接夸她漂亮 如果她不漂亮你就夸她有气质 如果她不漂亮又没气质 你就夸她性感 如果她不漂亮又没气质 又不性感 你就夸她可爱 如果她不漂亮又没气质 又不性感 又不可爱 你就夸她善良 如果她不漂亮又没气质 又不性感 又不可爱 还不善良呢 你就夸她聪明 又是这些都没有呢 那你问她活着干什么呢 你认为什么是成功男人 三岁不尿裤子 五岁能自己吃饭 十八岁能自己开车 二十岁有女朋友 三十岁有钱 四十岁有钱 五十岁还有钱 六十岁还有女朋友 七十岁还能自己开车 八十岁还能自己吃饭 九十岁还不尿裤子 一百岁还没有挂在墙上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场饭局 你认为人生一辈子像什么 人生就像三桌饭 三桌都还没得干 第一桌出生的时候 第二桌结婚的时候 第三桌挂掉的时候 第一桌还不会吃 第二桌没时间吃 第三桌亲朋来吃 第一桌父母笑着收钱 第二桌媳妇抢着收钱 第三桌儿女跪着收钱 都说人生短短几十岁 必须开心过一生 本就难得来转转 千万不能留遗憾 可很多人遗憾的是 眼看就要到第三桌 第二桌都还没着落 和男朋友吵架后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别急着去责怪她 而是先反省反省自己 为什么呢 如果真是自己的错 再好好想想 怎么推卸给她 请问现在的美女 对待男士 与古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很帅不帅 以前多不多 为什么呢 不帅相亲时 人帅就说 我的婚事全由父母做主 人丑就说 我还想待在父母身边 多孝敬几年 英雄救美时 人帅就说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有以身相许了 人丑就说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盼下辈子做牛做马 来报答英雄 现实生活中 钱不够多 老板 我不是那样的人 钱足够多 老板 我今晚就是你的人 交往有钱人后 发现是穷人 会绝交 会说 我虽然喜欢的不是你的钱 但总不能骗我吧 交往穷人后 发现是有钱人 会深交 还说 我就喜欢你这样低调的人 哎呦 什么 当代很多夫妻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离 离不了 过 过不好 睡在一起 喘气都不对 说不上三句话 就开始抬杠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和和气气 和自己家人说话的时候 一说就生气 处处是毛病 哪哪都不对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 真累 哎呦 你妈 觉得孩子到底多大才好带 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觉得还是在肚子里好带 满地跑的时候 觉得还是在强保里好带 上小学的时候 觉得还是在幼儿园好带 等上完大学 你还得帮他规划工作 结婚 这一辈子 车带房带下一代 哪带他都不好带 哎呦 你妈 就这么跟你说吧 等咱以后死了 孩子给他上坟的时候 都要让你保佑他 哎呦 你妈 前万你怎么理解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 现在的白菜不是以前了 以前好白菜也多 随便拱哪颗都不错 现在猪都迷茫了 都没有好白菜了 放眼望去 都是别人拔拉剩下的 我都想劝劝住了 别挑食了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闭着眼睛拱 就完事了 你为什么现在的男人都不着急找女朋友呢 因为现在找女朋友就像买二手车一样 先不管他几手车也不管他车况好与坏 就怕以前的司机还有钥匙 还有什么 时不时的开出去溜一个 后游先不说 整坏了 还得自己凶 请问中国女子跳水最好的双人搭档是谁 是婆婆和儿媳妇 她们经常能同时掉到水里 哎呦 你妈 请问 无望夫的女人都具备哪些特质 三能两不能 三能是什么 能吃能喝能花钱 哎呦 那两不能呢 不能讲道理 不能干活 哎呦 请问什么是新时代女性 嗯 上得了厅堂 翻得了围墙 逗得了小三 打得了流氓 就是下不了厨房 哎呦 你妈 请问你怎么看待网恋见光死 别人的脸是七分偏注定 三分靠打扮 你的脸是一分偏注定 九分靠滤镜 哎呦 你妈 请问钱是万能的吗 啊 千万不要以为有钱就能得到一切东西 就像买云 够钱了吧 可他至今没有我的微信 哎呦 你妈 你怎么看待一见钟情 有些男生连一个女生的性格和人品都不了解 光看照片就说喜欢 这不叫喜欢 这叫买菜 哎呦 你妈